每個星期都會跟陳醫生聊天 這位是心臟科的主婦醫生就是陳記醫生 陳醫生 你好 你好 怡婷 今個星期我就會抓住陳醫生 因為我知道你都見到很多病人 其實有什麼病例可以跟你的病眾說 他們自己個人聽到的病例 都可以值得是自己的問題 要留心呢? 我們上一集節目就講了心肌病 心肌病一般來說 我們講的是遺傳性的心肌病 而其中兩種比較常見就是肥厚型的心肌病 和擴張性的心肌病 可以分享兩個病例 我印象比較深刻 好 第一位就是一位中年的女性 她有很強烈的家族病史 家裡很多人都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甚至是有撤死的病史 她一來到的時候 其實看到她全身的肌肉已經萎縮了 她是非常消瘦的 是一個很病理性的肌肉萎縮 再做了心臟的檢查 發現心臟功能非常差 心臟是重度的擴張 像吹波波一樣吹脹了 連心臟的傳電系統都受到影響 心率很慢 但有時又會出現一些惡性的心率失常 所以最後呢 除了一般的心臟推薦治療 我們用基因診斷 確診了一個叫Lamin-AC 遺傳性的擴張型心肌病 幫患者植入了心臟的再同步治療 雙心室的起床器兼除戰器 叫做CRTD 減低了心臟衰竭的症狀 改善了心功能 運動內容大大改善 同時減低了撤死的風險 但她已經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沒錯 另外一個病例是怎樣的 另外一個病例是一位退休的警察 有一天踢踢球 突然在球場上暈倒了 幸好有些同步幫她做檢查 結果她已經沒有了呼吸和脈搏 即是在足球場做了心肥腹鬚搶救 夠遠到場幫她電擊心臟 幸好搶救了一半 進了醫院 去政府醫院 找不到明確的診斷 讓她出院了 有病人來看我 再幫她詳細做了超聲波檢查 發現她是一個叫肥厚應心肌病 導致她有惡性的心律失削 心肤戰動 立刻幫她安裝了一個叫心臟垂腺器 配合藥物治療 現在已經沒有症狀 而且沒有再出現一個運動期間 暈缺的情況 其實我想阿sir做了這麼多年 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心臟有這些問題 這些算是心臟病嗎 這也是心臟病的一種 我們稱為心肌病 很多時候是遺傳因素 肥厚性心肌病其實是很普遍的 大家不要以為是很罕見的 因為肥厚性心肌病的基因 在一般人口裡面 明顯記載 500個人裡面 都有一個可能帶有這個基因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有我們時不時都會聽到 有些人就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暈倒 但進了醫院做很多檢查都沒有看得到 那一定要留心 會不會跟心臟有些關係 值得做一個詳細的心臟檢查 謝謝陳醫生 這些情況 如果不是你說的話 我們一般是說 找不到結果 就當作沒問題 但原來其實就是 解釋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謝謝你陳醫生 多謝 謝謝陳醫生 活在想說 請打字幕berry